无心出生于1983年 作为快乐家族的一员 在娱乐圈也是很有名气的 但是关于无心的绯闻却很少 而且也几乎是朝黑爵人体 在快乐大吻营里面 无心有一个标签 那就是身体僵硬 而且节目中也经常会将这个作为一个个 无论是在游戏中 还是开场物中 是不是就会拿这个开个玩笑 久而久之 就让大家都以为无心身体动作僵硬 不会跳舞等等 甚至网友们管给无心取了一个外号 僵硬心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女主持人 而且还从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 没有一些才艺 不会一些舞蹈 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最近无心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新武林大会 在节目中无心就跳了创造101的主题舞 惊艳了众人 当无心听到自己是第一个上场时 脸上那惊讶的表情 简直让人太熟悉了 不知道为什么 无心无论在哪里都不爱出风头 不怎么爱表现自己 总是做默默无言的那一个 无心非常不想自己第一个上台 因为大家能感觉到第一个上台的是压力最大的 因为没有参照对象心里实在没底 无心上台后也是显得有些局促 但是当音乐一响起后 无心马上就起饭了 而且舞蹈动作十分娴熟 看来在台下也没有少花功夫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 还是无心身体的协调性 和舞蹈动作的柔韧性 让人思 豪查不出有什么僵硬的地方 而无心跳的 正是最新出道的女团火箭少女101的主题舞 在之前 我们只能通过快乐大本营来认识和熟悉无心 在快本上的他 沉默少言 还是游戏黑洞 又是身体协调性差等等 让人觉得并不怎么优秀 但是随着这几年 无心参加了越来越多的其他综艺节目 让大家完全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无心 看完无心的这一段舞蹈后 很多网友都说快乐大本营 误导了大家这么久 也有网友高呼无心C位出道 你们觉得呢